- 新北市的新北市中文化 - 新北市的新北市中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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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市中文化 - 你的是我的市都是新北市 - 观众朋友您好 -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 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 也是跟这个客家文化相关的 那么新北市三峡区的一个五辽里 其实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客家庄 那它的客家人口呢就占有六成之多 但是呢因为地处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一些年轻的人口呢都已经外流了 那现在呢新北市政府希望能够透过在地创生这样的一个计划 能够吸引我们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来去做服务 那同时呢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在地创生的计划 打造这个五辽里成为北北基的第一桩 那它又怎么样来推动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做关心 首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局长林肃琴局长 局长好 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五辽驻地团队邱赵钱赵钱好 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五辽在地青年徐梦瑩 孟瑩好 大家好 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今天呢一样来关心一下这个客家文化 以及说我们这个五辽的在地创生这样的计划 要怎么样来一个推动 但是我首先想先从这个孟瑩开始 来跟我们讲一讲 你从小到大在五辽这边生活 你对五辽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有什么样的一个在地特色 他是一个很充满山林文化 就是很野外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其实有给我们很多就是像山啊或是西边啊 然后我记得他就是昆虫小动物都很多 很多 对然后以前那个五辽西水比较丰沛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哥哥就会去那个西边就是去抓鱼啊抓鱼 然后或者是说缩西这样子 对然后我记得每年夏天都很期待就是去西边就是玩水 这是从小的一个经验 那你就是从小在五辽长大 那旧学求学的部分呢 求学的话我们那时候我们是有搬出去就是到三小的街上去 所以不是念在地的五辽国小这样子 所以有到没关系就是分享 当然有它的原因嘛对不对 对因为我妈妈觉得就是 要出去外面看看外面的学校是怎么回事 是所以小学就把你们送出去了 对对对 但是还是就是让我们体验山林的 就是我们在那边从国小一直帮忙就是家里的竹孙 帮忙到国小毕业 帮忙家里的竹孙 所以五辽我们知道就是在地的产业就是竹孙的产业 所以家里也是就是种竹孙的这个部分 所以都有跟着家人一起来种竹孙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有 那就是国小就开始在外面求学 对求学 然后国中也是 对在外面 一直都是 对那爸妈给你的感觉 会希望说你们往外去嘛对不对 对往外 但是有没有想到说 五辽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 然后家乡里面都只剩下老人家了 那不会想说让你们回来吗 还是说你们不要回来 会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去到我 甚至去了国外 然后回来之后 我妈说 欸你可不可以回来帮忙家里 就还是让你们回来帮忙家里 你会 你算乱不去啊 对对对 真的 很蛮有趣的 小时候希望你们出去看看 但是长大了希望你们回来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就是促成了 而你后来加入了所谓的一个在地创生这样的一个团队 是欸 因为我从就是去了国外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家乡这么美 因为其实我去到就是澳洲纽西亚 我看到其实那边的山林风光会有点联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就是记忆跟那个 对 所以这是一个契机点啦 对 真的是有在外面看过了 所以才会想说 那我回到家乡里面来做一些服务就对了 对 是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契机 那我想请教这个局长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无聊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客家庄吧 对 那所谓的客家庄它应该有怎么样的定义吗 或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它这个客家庄除了人口之外 当然就像刚刚说的人口啦 是其中之一嘛 对 第二个就是有些是信仰跟文化啦 我们客家人的信仰 我们很重视那个百公啊 土地公啊 所以在无聊地区啊 正是 根据可考的那个百公就是土地公大概有四十几座 那目前我们找到大概十二座吧 那百公的那个土地公跟客家的 常民生活来说是息息相关 譬如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 都会先去百公那边拜一拜 祈求平安做事顺利 那有家人有要外地求学也会去拜拜啊 希望他在外地生活的很顺畅 所以在百公也就是土地公的这个信仰里面 跟客家人息息相关 那第二个在无聊地区其实他的人口比例很高啊 而且现在连就像刚刚那个孟云说的 你看他还会讲客家话 我们知道很多那个北漂以后的客家二代三代 很多的客家语就是比较的没落啦 他会听但是不会讲对不对 对甚至有的连听都不太会听 就变成说原生家庭如果没有去推 其实真的二代三代这个部分就比较薄弱 那很开心就是孟云他这部分 诶还是学得很好 刚刚在闲聊的当中好像听说 阿嬷每天都会有课语教学 我觉得是很棒的啦 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早期 其实新北的客家人 很多都是从中南部北漂上来 所以北漂的从山跟海线 海线就像淡水啊三支石门啊这样子 那山线的话进到新北来 第一个地方就是五寮 我们五寮再下去就是桃园了嘛 对 所以从走山路到新北来生活的先民 第一关就是在五寮 所以他其实是在新北来说 对客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地区 所以他会是我们在做这个地方创生 希望把客家的重要的文化一些 或是说在地一些特质 找回来的很重要的地方 是所以是因为他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选定了五寮 要把它打造成这个北北基 这个第一庄客家第一庄 是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原因 是 那我想请教这个赵钱 就是 其实您本身是客家人吗 是我是北老人 您本身也是 对但是呢 你因为我们这样子一个在地创生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进驻到这个五寮 那以前你对五寮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样子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你要到五寮这里来 你会第一个想说 我这里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第一印象 来到三峡这个地方就知道 三峡其实有90%以上都是山区 对 所以那时候想到五寮里 你从Google Map来看 它整个就是绿意覆盖的地方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个地方很有很多很多山 俗话说逢山必有客 必有客 那山区有很多客家人 我就开始好奇 这个地方有没有客家人 所以这个案子到我这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我就开始在当地寻找客家人 所以这是我到那个地方的第一印象 然后结果真的到当地去 真的很多客家人 对真的很多 你甚至可以用到 他们还会用客家话做沟通 例如说 我现在在做吗 我在做的 我在种什么菜 然后彼此之间 我知道经过都会听到 还有他们在国公庙旁边 他们在泡茶 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客语 就是他们平常沟通的 都直接都是用客家话 也不用在那边讲说 这个闽南语啊 台语啊 或者是国语这样子 所以你到那里 就明显的感觉到 我来到一个客家庄 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子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因为 刚刚我们讲说客家人多 到达六成 对不对 但是 实际上五寮里的人口有多少 八百多人 八百多人 对不对 但是他的六成 所以感觉 他就是一个 可能年轻人外流 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在那边看到 基本上都是 长辈居多 对 长辈居多 年轻人真的是比较少一点 可是 也就是因为在当地 要做一些 我们地方创神嘛 我们住点 就是会蹲点在那个位置 那因为虽然工作的关系 但我每天每个礼拜 基本上都会抽空 花很多时间在当地 做一个注点 那就发现 其实有一些青农 当然农会这边 有跟我们合作 又推荐很多青农的名单 跟像孟宁这样优秀的青年 我们这样子在街上 看到青年 我就把他们招揽下来 听一下 好不容易看到你青年 对 然后就聊一下天发现 他有客家渊源 然后而且他也 自己也可能还会一些 会一些客家话 甚至他在五寮国小以前 我们也推了很多 课余的课程 对 他们也都是学习过客家话 所以他们对客家 最基本的一些定义 等等 他们都还了解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在推所谓的客家文化进去 在唤醒他们的客家意识的时候 其实这个做地方创生是 这个目标我觉得 在这一年当中是有达成的 是 所以那时候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青年能够回来 所以孟宁 你真的是在路上被他抓到的吗 对 真的吗 那当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就是我们好像是在那个小半岛 对 然后走着走着就被抓了 就是我们想说去看那个场地 然后造型他们也在里面 对 然后就聊了一下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去看溯溪的场地 哦 你是去看溯溪的场地 对 对 所以你是因为说 我们新北市政府 我们客家事务局 已经在计划要来推动 所谓在地创生 对 这个时候 你刚好就遇到了 对 但是你原本就是回到家乡 真的只是因为 家人希望你回来 可能帮忙种竹笋 对 那对你来讲 种竹笋这件事情 就是单纯的种竹笋 是一个生计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 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 当时啦 当时有耶 因为我觉得种竹笋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然后 因为我妈妈她是 她是兼职在做 就是她有主业 然后可是因为阿公突然的离开 然后她不得不接手 接班 对 然后 因为阿嬷就说 竹笋如果不做的话 竹笋就 就坏 对对 所以我妈就必须承接这工作 然后一做就是做了三年 对 然后她就 我就觉得她一个人这样好辛苦 然后我就跟她 就是一起这样 但是就是因为看到妈妈 就是很 会舍不得嘛 对 然后就想说 我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帮她 就是做个转型啊 或之类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其实也有在想 如果说老人家 就是当地都是老人家 都在种竹笋 那如果说子女不肯回来 那也许整片好不容易 打造下来的这个竹笋王国 这个就毁了 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家人回来 年轻人回来接受 所以当时应该只是这个样子 对 那除了说局长 就除了说你刚刚讲的 它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关系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而且讲真的啦 我们说五寮人就这么少 也没多少人 然后在这边做在地创生 你们是当初是有希望说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跟成果吗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五寮地区啦 台湾很多的那种乡村啊 其实人口外流老化也都很严重啦 那五寮地区它真的是 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我刚刚说的 它对我们客家来说 是在新北市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会去做这一块 就是说 新北市政府在客家事务局成立的 早期成立的时候 其实就有去做客家的形象商圈 那时候所选的地方也是五寮 那我这样子 就是这几年我这样一直进出五寮啊 那附近的地方 我看到这里我 再加上我们认识的五寮的 那个客家的内涵之后 我们就觉得更需要在这个地方 能够看到就是客家的 或是客家的整体的一个在地的经济 或是客家的乡亲们 在五寮这个地区能够生活的 就像我们市长说的安居乐业 那怎么样让人口老化的一个地区 能够带动年轻人可以回来 毕竟五寮它算感觉上在新北比较偏 但事实上它要离比较都会区也很近啊 你看你从三峡路要到台北市 要到板桥 新庄 其实你说远吗 不远 相较于我住的苗栗 那可是近多了 你那时候跨现世了 所以我觉得要把年轻人找回来 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也是有点挑战 那还好就是说我们的伙伴也很用心 一直不断的透过去驻地 然后去扰动去接触他们 去了解乡亲们需要些什么 然后透过跟他们一起沟通之后 然后又把一些年轻人找回来 所以慢慢的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像那个孟淫她要回来 她自己本身在爬山啊 旅游各方面都很专业 那可以根据五寮的特色 譬如说我们知道五寮很有名 北部三大演场的五寮间 我知道孟淫应该常去挑战吧 所以希望下次她带队后 我们大家都可以参与 表示说五寮这个地方 除了产业之外 她自己的地形地貌 甚至说她在地的所有的山林里面 其实我们刚谈过的童花季 五寮的童花也非常多 只是说她没有被开辟成一条条的 那个很路线 很清楚很明确的路径 但是我相信在地的居民应该都很清楚 哪里有童花开 那我们也知道三峡的大暴溪 每年的夏天大家都去玩水 那大暴溪的两侧 也是属于三峡五寮里的地区 那这两侧的小学 譬如说插角也好 游牧也好 或是五寮 五寮国小也好 她们的孩子 在地的小孩 基本上大部分都客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我们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来说 在推动所有客家的文化语言各方面来说 它是有指标性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地创生这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去年吧 我记得去年开始启动 所以到目前应该就是一年多的一个时间了 那是不是请赵琴来谈一谈 就是说这一年来 你们就在在地蹲点 真的在那边住一年吗 还是这样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样来做推动的 其实我们做地方创生 其实客庄创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透过客庄创生设立驻地团队 然后到现场到在地去扰动 然后希望可以把客家文化 甚至是把客语给找回来 对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做客庄创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到这里面其实 第一阶段一定要先从当地的一些文史资料来做爬数 像刚刚局长有讲到 像不管是土地公的婆公信仰 把公的信仰 我们就发现 四十几座婆公庙 但为什么只剩十二座 其实有一个原因是 很多有一些是当地的民众自主 把它捐献嘛 然后呢就把它筹建成庙 然后这些庙的婆公 有一些前面还有小石头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还有 就是还有土地婆 对 其实这些文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根据当地 我们还找了一些像九十几岁 还有一位祈祷已经将近一百岁 有时候客家的话跟我们分享说 以前啊 他们都是石头的心态 然后可能土地公是披个红色的布条 然后他们以前那个地方 其实在日治时期 很大量的客家人被招募 来到三峡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开辟张脑 所以当时他们为了要去举脑之前 他们都会在伯公庙前面 在伯公的石头前面拜拜 祈求我就是到山林里面可以 顺利可以平安的回来 所以像这样文史的故事 我们就盘点到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进入到学校 因为我觉得地方创生教育扎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进到学校就跟在地的无聊国校 校长老师们也达到很好的默契 他们也都很愿意这样共同来推动地方创生 所以呢我们后续就结合了课程 我们像无聊最有名的就是竹子竹笋嘛 所以我们就从竹笋上面 我们还开发了美感教育课程 结合课语做了主意花器的风铃给学生 对其实这个课程一系列就是透过这样子教育扎根的方式 让民众更了解在地的文化在地的产业 然后第三个我们就盘点到产业的部分 就是绿竹笋 其实无聊从一开始举脑 可是张脑过后 其实他们就开始种茶 但茶也卖的没有其他地方好 那就种橘子 但橘子也没有更好 他们最后发现 根据林物局在地的辅导 他们最后就种了竹笋 就发现竹笋整个大卖 对那边的竹笋有个品牌叫做闽南语叫萊牙笋 然后客家话叫蜜牙笋 其实这个笋吃起来很有水梨的甘甜口感 做凉拌这些都很适合 最近都在推食农教育嘛 对像我们新北市府也是尽力在推低碳啊 环保食农这些政策 所以去年我们也是跟青年他们也很有构思 他们就觉得挖完竹笋就结束了吗 就这样回家了吗 很可惜 所以我们就带领游客留下来 当地这些现场烹饪竹笋料理 然后我们也找了三峡在地的司厨老师 他也做了一系列的青食料理 我们也是现场做食农教育 其实民众对于竹笋的概念 就会觉得我不是仅限于第一级产业的购买而已 我可能还用这种方式去促进他的额外的经济的附加价值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盘点 然后呢慢慢去把成果给堆叠出来 对 那现在有多少在地的这些青年啊 有回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你们有去也盘点过吗 有我们目前最积极 还有在持续跟我们合作就是有八位 对其实这八位 而且他们能量都非常强大 但我们还持续透过这八位 就像刮肉掌一样有没有 就是八位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 对我们还在持续累积 是所以孟莹就是其中一位嘛 对 那孟莹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想说要来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竹笋体验啊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爱爬山 所以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你要怎么样回到我们这个无聊这边来 然后要来做些什么事情 像去年的时候就有跟赵琴他们一起合作 就举办了两场活动吧 就是一场是无聊间的那个攀登的活动 对然后第二场就是那个食农教育 对那食农教育的话我们就像赵琴说的就是 我们就是有先帮他们去挖竹笋 然后体验 然后体验完之后再带他们就是 真正的食农教育让他们就是 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是 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竹笋是什么料理 然后其实对然后就才发现 我就两半嘛 对对对对 然后才发现教完他们说 其实大家好像对这个认知不太了解 对然后从就是从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看他们从 就是自己亲手挖 然后到就是到上桌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一种 他们会感动到吗 这竹笋是我挖出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是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了解到说 那个种竹笋的过程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其实产季就那个时候对不对 他们只可能只看到这一段时间 但是没看到前前后后 他们为了要把这个竹笋园顾好 他们得花多少心力 而且一大早天还没亮 对对对就要去嘛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山里面的环境 竹笋园里面的环境 黑蚌子很多 那个小只蚊子很多 对不对对对 所以真的不是我们吃到那个竹笋 真的都是很辛苦的一个笋 他们所栽种出来的 那现在有没有去思考说 未来这个竹笋可能 它产季只有那一点点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延长它 然后做一些什么 什么其他的可能真空包装啊 或者是其他料理的方式呢 有在想这些了吗 有耶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思考 但是其实我觉得竹笋的真空包装 可能是要透过农会或者是说 对一些辅导进来对不对 他们来辅导你们 对 然后技术上啊 甚至器材上什么 设备上都要做一些投入 对 所以那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做一些导览啊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安排 像是旅游 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旅游 应该是会比较快先把就是 大家来认识 对 然后再透过学习一些客家语啊 然后有童花啊 然后无聊间 对 然后至少先认识在地的环境 对 好那造型除了农影职位 还有其他的 其他不一样的一个 嗯 就是这些青年嘛 走的不一样的方向 还是大家都走同样的 而且我发现说 因为 其实无聊现在还蛮热门 就是因为那个重机 有没有 重机有个路线在这里 嗯 对 其实还有一个青年是父子俩 对 他儿子也回到家里 对 然后那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重机 他就是很喜欢起重机 然后骑到无聊 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他就买了一栋房子 就停留在无聊 他就开了一间咖啡厅 啊 然后呢他也跟我们合作开发了这一次的文创品 做做咖啡包 其实这个咖啡厅老板非常用心 因为他对在地文化他也很有兴趣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把住地团队 我们就长期在那边住点 也是选在他们家 都在他们家喝咖啡 然后他也是像他有推一些减餐 也有用竹笋入料理 然后他其实就是等于说 他是设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景点 然后甚至他自己还去自主学了一些精油 嗯 对 所以我们也是开发了一个精油防蚊膏 因为无聊很多蚊子嘛 真的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 如果我们要开发文创品 那跟在地文化有相关 然后在地蚊子很多 那我们就开发了防蚊膏 结果真的还蛮受欢迎的 其实民众来 看到这个文文味道 对 都很有效果 对 就包含他就是事前的防护 就很重要 而且是你进到竹笋员 因为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构想 还有一个前提是 老板跟我说 他来到这里就发现 每一个笋笼啊 都要背一个小包包 那时候那是蚊香 是喔 蚊香喔 对 携带式的蚊香 所以呢我才想说 其实这文创品开发出来 其实对在地也很有帮助 对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个青年是 羊奶 羊奶 他们就是他在五寮一个农场 嗯 然后就是羊羊 然后他呢也是 他原本是念理工科的 然后他毕业了之后 他就回到五寮 然后他就是 因为继承家业嘛 他希望家里的这些畜牧业 可以有一些转变 所以他也开发了像 羊奶的奶酪啊 羊奶的馒头啊 这些其实在三峡 而且他还自主去经营了 因为三峡 其实北大社区 是非常新兴的虫化区 对 人口数很多 其实包含绿竹笋 羊奶也好 都是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他们 我们最近都是辅导他们 去攻破那个市场 没有 去形成自己的 可能像是 购买的一个 賴群组啊 或者是多媒体 新媒体的行销方式 这些我们都有 下去辅导他们 就成效都很好 然后涉摊 就是我们像有说 新北市府有些活动 我们都找他们 一起来摆摊 其实销售成绩都很好 对 就是尽力去辅导这个青年 另外还有一个青年 我在跟他访问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民国八十四年的 他也是念理工科 他一直回到家 就他就是非常诚恳 他每天开车去中和 卖竹笋 然后卖到认识的 一个大老板 某某产业的老板 老板就跟他 订了很多竹笋 做罐头 对 因为这个竹笋的品质 真的非常好 对 然后我最近跟他合作 他也是跟我说 有一种精神叫做 我回来种竹笋 我觉得很感动 他也是客家人 所以呢我其实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是有跟他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是希望 他也可以加入我们 因为他的竹笋量很大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 透过他们量很大 除了他原本贩售的量以外 我们有一些可以做 像刚刚讲的真空包啊 甚至我们其实 也有在辅导他们 在竹笋截令过后 可以做一些客家人罪会 洗食的烟漬 对 这个我们去年 都有在辅导他们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 这些事情 所以局长 你有没有觉得 人家有时候会讲说 那个年轻人 有没有就是眼高手低啊 或者是说 嫌那个钱少什么不错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在五寮 做这个在地创生的 这些年轻人 其实很有想法 很有理念 我们还是要打破 那个刻板印象 其实不是年轻人都眼高手低 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都很有创意 也很勇敢的去追梦 那我们希望 就是看到说 这么多的客家黑赏眼年轻人 愿意回到自己的在地家乡 去跟爸爸妈妈 或是阿公阿嬷 一起把自己家的那种 传统一些产业 透过新的一个创意 或是其他一个机制 能够让他的产业更活络 让自己在这个地方 可以生活得很安居乐业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而且讲真的我想要梦 你会期待未来五寮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吗 你的家乡 我会期待他 可能比较 就是假日会比较多人吧 但是平日的话 还是希望他可以安静一点 因为他 因为他其实是在那个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重机 重机的那个 什么维纳斯路线是不是 还是什么路线的 对 对啊 我就想说 大家可能靠他们带来一些商机 对 但是可能很多在地人 会觉得你干扰了我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蛮两难的 但是还是希望有人潮嘛 要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商机的话 然后可能年轻人要赚钱 他可能就不选择回来 所以这也是未来 大家思考的一件事情啦 就是 呃我们是要在地非常的一个热闹啊 然后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商机 还是说 欸我们能够 能够至少保持一点平衡 我想在地人应该 考虑到的都是这个部分 对 那今天呢我们分享了 我们无聊的一个创生啊 也希望说未来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成果 在无聊这边发生 也欢迎大家 这个产 竹笋的产季马上要到了 这个端午节之后 都是这个绿竹笋的产季 而且呢是这个有萊牙孫之称 非常好吃 也欢迎哦 民众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无聊这边来去走走哦 那当然呢 我们既然是讲客家文化 就还是要来学几句客家话哦 要来学什么呢 好来第一句 我们谁先来 那个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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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这是第一句 再来第二句是什么呢 好 赵钱来 好 这是什么 来吃茶 来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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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喝茶的意思哦 要跟着我们一起 多多多夹凶喝咖啡 好 再来 来 那个 孟莹 你不会 哈哈哈哈 看他摇头 因为其实讲真的 懒冉算是一个信心的 懒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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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会了吗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张来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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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来聊